台灣發明世界發光大大學公學員 臨選六件發明的成果 挑戰2022韓國WIC世界創新發明大賽 與世界各國的優秀作品一同經過線上的評審 是擁奪四金二銀的好成績 我們大一大學成果豐碩 一共得到四個金牌 兩面銀牌 恭喜所有得獎的同學 除了得獎是一個重大的指標之外 其實最主要的收穫是參與 這樣一個專題設計活動的過程 從題目的構思 面對問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 還有送出去申請 還有甚至前晚國外去參賽 所見所為都是一些學習的過程 融獲兩面金牌的電機系主任黃俊傑說 環境永續是全球共同關心的議題 實驗室開發高效節能淨水裝置 透過3D鍍萌的技術製作出高清水特性的電機 可以有效過濾雜質希望提供大眾更環保更節能的選擇 我們的作品就是淨水的裝置 我們利用電容吸附的原理 然後把水只要通過我們特製的電極 它就可以把一些雜質、電荷 吸附在高筆表面機的電極上面 然後達到水質淨化的效果 本次的特點就是我們使用 實驗室合成的硫化的氧化木的原料 那它增加了表面的一些缺陷位點 然後讓我們的這個吸附電荷量可以更加的提升 另外高效能光觸美濾網支配 觀察到疫情時期的殺菌需求 運用异象鍍膜技術 製作出可殺菌、抗菌的濾網 未來可應用在冷氣、除氏機等家電子上 那以往這個濾網是很難鍍膜的 因為是這個3D結構非常難鍍膜 那本次利用這個异象鍍膜 那克服了這個3D鍍膜不均勻 附著力很差的缺點 那成功的把它鍍上去了 所以這個濾網可以在短時間 大概我們12個小時就可以降解 大概97點多趴的降解效率 那比傳統的平板這種效果高出非常的多 另外一件金牌的作品 低壓交流電電力監控智慧物聯網系統 資工器蔡換良教授指出 物聯網系統會將電力感測資料回傳 使用者只要透過手機的APP 就能瞭解空間設備的電力使用狀況 有時候發生電力瞬間跳脫不一定會感知 但對機器會造成影響 監控系統可以幫助使用者及時察覺異常 改善問題同時避免電力的浪費 很簡單我們就是透過無線的方式 把這些感測的資料把它送到雲端去 那基本上你可以再透過網頁的方式 用平板或手機也都可以去瀏覽 另外我們也可以透過APP的方式 直接去觀賞裡面的一些訊息 那當這個電力有問題的時候 譬如說它的功率因值太低了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透過Nine Notify 去告解一些電力的管理者 那基本上它就可以繼續去做監控 命件金牌費 車用三元鋁電池回收利用技術 是使用施法眼睛的方法 目前已經能夠成功回收 鋁鋁菇涅蒙銅六種有價金屬 這項研究獲得國會三年期計畫的補助 目前已經提出專利的申請 那一般來說我們這個金屬回收 大概可以採用活發冶鏈跟施法冶鏈 那我們實驗室主要是採取施法冶鏈技術 那施法冶鏈技術它的特點就是 它的投資成本比較低 那另外它對這個廢氣物處理量 它比較彈性 也就是說它可以處理大量廢氣物 也可以處理小量廢氣物 另外銀牌的作品 全自動馬桶坐墊捲紙裝置石油機械系 劉民中助理教授研發 產品可全自動送馬桶坐墊紙環保又衛生 百貨公司啦公共廁所啦小吃店 不管你要上廁所 它總會有接觸你的肌膚 那所以雖然外面也有一些類似的作品 那不過它都必須要手動 那你手動你還是會去做接觸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會去發想說 我們就讓它全自動的 銀牌作品基於影像辨識技術 檢測廢氣物的自動分類 這項發明目標可以有效的 改善垃圾分類的問題 藉此降低環境污染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整合機械設計、電機控制、 資工影像等相關的技術 一般垃圾桶有兩種 一種就是一般垃圾跟資源回收 那我的這個作品就是 將這兩個資源回收跟一般垃圾 整合成一個機構 那就是說我們將垃圾丟入 我們機構裡面的話 那會有一個你將編制系統去檢測 檢測說你是一個帶裝的垃圾 還是是一個散裝垃圾 學生在參與研發的過程 從面對問題、了解問題到解決問題 每個細節都是學習 相近不只是獎項的肯定 每一位學生都收穫滿滿 待會忍新聞劉欣孝採訪報導